气象局针对哈格比台风持续的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预估暴风圈碰触到台湾的陆地机会低 基隆北海岸可能会是风雨最明显的地方 而今天上半天在桃园以北也出现了间歇性的大雨 气象局表示今天全台的降雨会分成三个部分 北台湾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上半天雨势明显 而南台湾则是因为在台风北上之后会引进西南风 所以在今明两天雨势也会不小 东南部地区则是因为西南风沉降增温 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预估要到周三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 天气才会恢复稳定 自行车队骑到半路突然一阵大雨赶紧到七楼躲雨 哈格比台风外围环流一波波扫进北台湾 桃园以北明显感受到风雨照扎 它的强度有略微增强 它未来路径离台湾还是相当的接近 那以我们目前的预估还是以海景的几率是最高的 气象局预估台风暴风圈碰触到台湾的陆地机会低 而离台风最近的基隆北海岸恐怕是风雨最明显的地方 周一降雨分三部分 北部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时长降雨 南部地区则因为台风北上后引进西南风也会有降雨情形 山区则要注意午后热力作用将有雷震雨发生 东南部因为西南风沉降增温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到了周二西南风更加增强 南部台东将有较大雨势 整个降雨情形要到周三太平洋高压增强后 天气才会恢复稳定 不过山区人要留意午后零星降雨 虽然这回台风的螺旋雨带主要下在北部 但气象征家提醒 中南部的累积雨量也不可小觑 要留意的是它后面带伴水的这个西南季风 特别像高雄屏东雨会比较多 原来这个新乐客台风位于这个大的低压带 里面的环流然后慢慢的北上 雨量可能会有机会到的好雨以上 但是这是两天的雨量会比北部来得多 哈格比台风通过的速度快 周一下午逐渐远离台湾 但中南部浴室还没完 民众得盛防举步打雨 记者就像刚才第一次报导